我们露丝最近很忙呀 赵露丝目前正在拍摄和陈伟霆合作的都市剧《许有耀眼》 紧接着又官宣了与彭冠英合作的一部新的都市剧《恋人》 而且网传他和刘雨宁主演的古装剧《朱莲玉木》呢 已经拿到发行许可证了 那就是随时准备被拨上线了 有一个勤奋还不压剧的宝 是件多快乐的事情呀 哈喽小伙伴们我是明清 明清今天给大家安利的呢 是由邓科指导赵露丝彭冠英主演的都市剧《恋人》 该剧改编自黑洛拉清清的小说《流域无恙》 老鬼卷我看原著讲故事给你们听 小伙中女主阮鱼父亲去世 母亲抛弃了她 自小被爷爷抚养长大 所以阮鱼上大学一直是靠勤工俭学和兼职 才能凑够学费和生活费 也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 让阮鱼活得人间清醒 他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了大学 学播音主持专业 在大学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每天严格要求自己 他的梦想是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也因此大学期间的阮鱼 一心学习和努力生活 打破他这份宁静的人 就是彭冠英饰演的男主腾毅 腾毅以阮鱼的低调截然相反 他典型的高富帅 还是大学街舞社的成员 走到哪都是话题的焦点 原本不会有交集的两个人 因为阮鱼去做家教 对象正好是腾毅的弟弟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互相熟悉 因为接触这样的风云人物 阮鱼一开始还是有些抵触的 可是他总会被那个温柔绅士 笑容如春风拂面的腾毅吸引 产生爱情的萌芽 而腾毅也会被眼前这个轻力内敛 但是你只要熟悉他就会发现 他也有活泼调皮一面的女孩吸引 而且他努力且真诚 就这样两人互生好感 腾毅在阮鱼宿舍楼下 捧着玫瑰花高调的向阮鱼表白了 他们在一起了 小说原著中腾毅恋爱了才发现 喜欢一个人就是总是想亲他 还怎么也亲不够 初恋总是甜蜜而美好的 可是意外终究还是来了 腾毅组织团队参加街舞比赛 因为一个队员的退出 无奈选择 让野热爱街舞的弟弟替补 原本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夺冠就在眼前 可弟弟却在做高难度舞蹈动作的时候 意外摔下了舞台 似乎从那一刻起 腾毅看似光鲜的人生戛然而止 之后腾毅就和母亲带着弟弟出国治疗 也跟阾鱼提出了分手 阾鱼知道腾毅现在只有自责 对于他来讲 以后的人生可能都会活在痛苦和内疚中 他又怎么可能继续甜蜜的恋爱呢 所以他放手了 转眼间六年过去了 阾鱼成为了知名的主持人 拥有无数粉丝 光鲜亮丽的活在了大众视野中 身边追求者不断 可是有一个人一直在他心里 六年从未改变过 而那个人在六年后 终于又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 阾鱼一天接到台里的通知要采访 最近新进的投资红人腾先生 可当他见到这位腾先生的时候 还是吃了一惊 他不是腾毅 而是腾毅的弟弟 当年他辅导作业的那个小屁孩 如今成为了投行新贵 他还是那么耀眼 可是却坐在了轮椅上 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阾鱼内心五味杂陈 还听弟弟说 其实公司一开始是腾毅主导的 但是后来弟弟接手了 腾毅回国后 开了家叫无名的酒吧 再次遇到腾毅 阾鱼在他眼中看到了冷漠和疏离 其实阾鱼很失落 可后来他才知道 曾经那个热爱街舞的少年 六年间再也没有跳过舞 起初和母亲一起陪着弟弟出国治疗 母亲把这场意外和生活带给他的苦难 一股脑倾泻在了腾毅身上 责怪他 怨恨他 可后来由于长期劳累 母亲出了车祸去世 临死前向腾毅忏悔 这无一比怨恨更让腾毅痛苦 随后醒来的弟弟 发现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 白板腔的委屈 再次发泄在了腾毅身上 无数次想要自杀 都是腾毅小心翼翼地陪在他身边 等到弟弟终于好起来了 有了新的生活方向 腾毅却倒下了 严重的抑郁症让他不堪重负 但是他还是想回国 因为国内有他牵挂了六年的人 当软瑜知道腾毅的遭遇后 只有担心和心疼 他希望腾毅能好起来 所以一直陪在他身边 直到腾毅因为想要保护他 直面过去的意外和曾经的自己 故事大概讲完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的疑问和明清 是不是一样的 首先对于露丝来讲 确实他新剧的人设和现在拍摄的虚无妖眼 是有些像的 加上职业还都是主持人 所以露丝在演这两个角色的时候 需要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带来区分 第二呢 彭冠英饰演的男主腾毅 小说原著 一脑袋小脏辫 爱好皆舞 明清看到这个角色 在想到彭冠英实在是联系不到一块 但是似乎官方给出的简介和小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估计剧情和人设都会有比较大幅度的改编 而且必须要改编 明清是因为太喜欢赵露丝才被小说看完的 这小说从头到尾没有太多亮点 必须实话实说 所以最后的最后呢 明清希望可以等这剧有更多物料 后再跟大家聊聊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精细 至于现在很多人针对陆思和彭冠英身高和年龄差的问题讨论 明清暂时不想参与 明清只想说陆思和熟男行的演员搭戏 这个路线我个人很看好 好了 本期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下期见啦 拜拜